I know colored bathrooms in this building I have to walk to Timbuktu just to relieve myself And I work like a dog, day and night 她是美国航天史上首位参与火箭是非计算的黑人女性 美国第一艘火箭飞行的轨迹和落点由她计算得来 她叫凯瑟琳,是NASA太空飞行组的核算员 不到六岁就能给一群大学生上课 看所有人听完课瞠目结舌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听了个寂寞 可就这样一个天才 长大后却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尽管她靠努力获得了超高的学历 却只因为是黑人 就被只分配到最低等的验算工作 在工作中还不时遭到同事的刁难和白眼 就连喝一杯咖啡都会引来所有人的比喻 尽管如此 凯瑟琳依旧十分珍惜这次宝贵的工作机会 这或许就是她实现报效祖国梦想的开始 头一次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她本想热情地和同事们打声招呼 可一个同事上来就把一个垃圾桶塞给她 原来他们把她当作了宝洁阿姨 在那个年代 白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们只配从事最下等的工作 顶头上司为她安排了最简单却繁重的核算工作 就是核算所有人的计算结果 本来也就是套用公式 像台人肉计算机一样 将大量数据一一带入验算就行 然而这里的白人主管偏偏找查 文件里的关键数据被涂成了黑色 还言之凿凿地告诉她 这是最高机密 你的身份不配知道 很明显 他们就是在歧视黑人 而且白白给她增加工作量 然而这又怎么会难倒聪明的凯瑟琳 她拿起数据单 将涂黑部分对着光 便轻而易举就看到了数据 可就这么一看 她竟一眼看出了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 她当即在黑板上算出了火箭升空的轨迹 她满心欢喜 期待会受到上司的嘉讯 不愿会同事们看到黑板上的算法都大吃一惊 凯瑟琳也很快被叫到了办公室 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上司的质 上司问她 资料里的关键数据都被涂成了黑色 而且都是最高机密 你是如何得到的 莫非你是苏联派来的间谍 听到这话 凯瑟琳当时就慌了 她赶紧解释 只要把涂黑的数据对着光就能看到 上司赵作 果然可以 知道了真相的上司并没有生气 表示很欣赏凯瑟琳 并命令主管 以后的数据不用涂黑了 这下本以为得到上司的赏识就能好过一点 可殊不知接下来 她将遭受更多的白眼和非难 没办法 她只能出门寻找有色人专用的厕所 她左右张望 接着一路小跑 终于在五公里外的大楼将问题解决 可就算上厕所 凯瑟琳对工作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然而核算工作就好像永远都干不完 一答又一答地甩在她面前 白人们简直只把她当作一台人肉计算机 可凯瑟琳从没有抱怨 而是默默勤勤恳恳地工作 这天她加班加点地算完了所有数据任务 当她把自己辛苦的成果要交给上司检验时 却被上司转手就扔进了垃圾桶 并且很冷漠地告诉她 航天数据变化极快 你算得太慢了 这些结果已经失去意义了 下班以后 凯瑟琳一个人默默靠在墙角难过 她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同事和上司的认可 就因为自己这副黑色皮囊吗 1961年4月 苏联老大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火 这一消息震惊世界 也让与之进行太空竞赛的美国颜面走地 上司大发雷霆 她要求所有人取消所有休息和休假时间 打电话通知家人自己要消失一段时间 尽快将美国的火箭发射到太空 所有人都开始没日没夜地埋头 这时 一大文件又甩在了凯瑟琳面前 原来是白人主管又来给她加火 可她憋了一天已经忍不了了 没办法 她只能在奔赴五公里外的侧客 此时外面大雨瓢泼 她全身也被淋湿了 想拿纸巾擦干身体 却发现黑人厕所连纸巾都没有 此时 上司恰好查党发现凯瑟琳不见了 于是询问女秘书她人去哪 等凯瑟琳一身狼狈地回来 她当即遭到了上司无休止的谈问 此刻凯瑟琳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发泄一通后 凯瑟琳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白人丑恶的队影 她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出 这一刻 全场死一般的沉寂 上司也被吼蒙了 她走到咖啡壶前 撕下了那个写有黑人专用的贴纸 第二天 她召集了所有部门的员工 向黑人员攻占一边 白人员攻占一边 几下之后 牌子掉落 上司的这一顿操作让宇航局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瞠目皆舍 尽管如此 骑士也根本无法消除 凯瑟琳作为飞行组唯一参与核心计算的黑人女性 虽然她能力很强 却仍然时常遭到不公对待 就连她的工作成果都不能数自己的名字 一旦被主管发现就会打回她的报告 主管表示你一个黑人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还想着在上司面前表现 无奈 关大一击压死人 凯瑟琳只好忍气吞声 1961年5月 美国首搜载人火箭飞行测试进入最后阶段 宇航员被真正送入太空需要更加精密的计算 如果计算结果差之毫厘 都会让火箭还没出大气层就会被粉毁在一起 然而 参与核心计算的凯瑟琳却老做无用功 因为她根本看不到总部下方的时效性数据 为此 她三番两次向主管申请 参加具有时效性的高层会议 却都遭到了拒绝 最后无奈她只能跨及向顶头上的申请 I would like to attend today's briefing Why is that? Well sir, the data changes so fast Why is it she can't attend? Pentagon briefings are not for civilians It requires the highest clearance I feel like I'm the best person to present my calculations No, I am not And she is a woman There is no protocol for a woman You sir, you are the boss You just have to act like one You keep quiet 进入会议室后 高层领导都十分震惊 这里谈论的可是最高机密 可接下来凯瑟琳的表现将经验四次 会议开始 上次询问主管 太空舱的绕地速度是多少 主管慌里慌张翻了个半天 硬是没憋出个屁 17,544 miles per hour 一旁的领导接着问着陆地点在哪里 上司一听这下完了 刚好是还没算过的问题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最终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凯瑟琳身上 他来到黑板前 天才的大脑飞速运转 在列出一堆高级攻势后 很快就精准算出了着陆地点 出众的表现让宇航员约翰大家赞赏 可没过多久 宇航局就引进了最新型的计算机 这玩意儿一秒钟就能处理几万的数据 有了这么强大的机器 他们当然不需要凯瑟琳这个人肉的了 没有办法 他只能回到自己原本狭小的黑人单位工作 从此火箭飞行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很快到了火箭发射的那天 所有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都在期盼成功 可这时上司却发现计算机运算的坐标有错 于是立马电话告知了即将上火箭的约翰 约翰听后当时就急了 他说你这是拿我的姓名当而行 上司听到后 赶忙让手下去找凯瑟琳 手下一路狂奔来到地下室 凯瑟琳得知后几下就算出了结果 当即没有片刻犹豫就飞奔到发射中心 中心的同事接过文件后就把门关上了 这一刻凯瑟琳失落到了极点 就算为国家做的再多 自己黑人的身份也不会得到尊重 正当他转身要离开时 门却打开了 上司叫住了他 他拿出工作证 让凯瑟琳一同见证火箭的发射 进入发射中心 凯瑟琳震惊了 这种壮观的场面他从未见过 同时也感到无比骄傲 因为美国史上第一艘载人火箭的 飞行轨迹和落地 都是由他计算得来的 宇航员收到消息后彻底放心 登上了太空舱 火箭发射成功 进入太空后 成功绕地飞行了三周 之后安全回到了地球 与凯瑟琳计算的坐标几乎没有偏差 所有人都为此欢欣鼓舞 可正是凯瑟琳却失去的选择离开 这时上司叫住了他 最终他被留在了飞行组 进行一线合作 继续参加接下来的 阿波罗登月季伙 他也升任为前主管的领导 主管每天都毕恭毕敬 给他泡咖啡 在NASA宇航局 以凯瑟琳为代表的黑人群体 靠着自己优秀的学识和出众的能力 打破了一切种族歧视 她的好友安娜成为了NASA首位计算机黑人主管 好友玛丽靠着自身努力取得了双硕士学位 成为了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航空工程师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面对全世界的不公与恶意 她们没有任何抱怨 而是靠自身的努力和抗争来打破成规与偏见 凯瑟琳等人的故事激励着我们 就算尊严和平等便做在昂贵的东西 我们也能凭借自身的努力争取